西部决赛第次战,伊格达拉因商薛镇,最终在一场极度监测的敖战之中,勇士以92比95不敌火箭,本场比赛,勇士创造料本赛季季后赛的多项尴尬地录,全场勇士紧紧送出14次助攻,创造料本赛季季后赛新低,纵观三轮西部季后赛,勇士紧有两场助攻未达到20,上次则是不敌马次的那场败战,而92分的得分,也是除了输给马次那场比赛以外的决战。 最低得分,为何伊格达拉薛镇之后,勇士的进攻端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,两个数据说明了一切,全场比赛,杜兰特24投9中,相较于前三场的高效率,本场增加了持球进攻之后,阿渡的命中率明显降低,格林出战45分钟,一人送出料全队14次助攻中的8次,杜兰特的低迷,以及格林紧歇3分钟,一人扛起全队助攻大齐的表现,实际上皆是料伊格达拉在进攻中, 最多的重要性,他和格林,是这支球队赛季后赛中真正的组织者,他俩共同出战之下,球队的出球点感谢观看,喜欢士兵的朋友,赏一个订阅吧。